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下自我 我们才能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才能找回自身的佛性和本性 心灵法门就是让我们爱国爱民 遵纪守法 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词 统体大悲 经包太虚 勤修戒定慧 渐行六度波罗蜜 才能成为人间的菩萨 共攀世圣 铸造人间的心灵净土 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 每一个人都要努力 每一个人都要学佛 因为为什么呢 人生就是靠一种智慧活着 如果你今天这个人说我身体很好 但是你没有智慧 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啊 很多人一辈子 我身体好了 什么好了 什么好了 都不行的 一定要智慧 希望大家呢 活着要有智慧 人一定要为别人活着 你才会越活越有智慧 整天为了自己 为了一点私欲 你活的时候 人家不喜欢你 你死了 人家也没人怀念你 所以一定要学菩萨 一定要好好地修心 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就是有缘分的人 有个人问我 师父啊 我一生为什么一直没有贵人呢 台长告诉你 你身边的人为什么没有贵人 因为你没去帮助别人 你今天去帮助一百个人 如果有二十个人回馈你 你就有二十个贵人 如果你去帮助一千个人 会有一百个人来回馈你 你就有一百个贵人 所以多多地帮助别人 那就是佛法界讲的慈悲